领知我们的感谢主,今天1月31号 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3章 从这章经文的20-21节 31-35节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谁是耶稣的亲人 20节那里就提到 耶稣尽了恶子里面 很多人到祂那里聚集 甚至祂念烦都顾不得吃 祂的亲属听见 就来到祂那里拉着祂 因为他们说祂癫狂了 耶稣当然不让他们拉走 不理他们 耶稣在那里传道 于是可能他们走去 叫耶稣母亲马里亚 和耶稣的弟弟们都跟着来 所以到31节就看到 那些罪当中的人就对耶稣说 看下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 他们在门外等你 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呢 耶稣就观看四周围 坐在那里听到的 就说看下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不是不尊重马里亚 祂尊重马里亚 但在这个时候 马里亚 祂不明白神的心意 耶稣出来尽职 在尼赛亚基督神二子的身份 要顾到各处需要的人 所以祂马不停台 传天国的福音 港道教训人 祂不是故意不吃饭 祂是当祂入屋里面 可能准备吃饭 哇 合圣经很多人知道祂在这个屋子里面 都拿着这个屋子 坐在地上 在那里聚集 耶稣看到这个情节 顾不得吃 任何不吃饭 继续传道 把机会 因为主耶稣充满爱 充满怜悯 祂把每一个的机会 去服侍群 去服侍神的子民 去忠于神的托福 主耶稣就是这样给我们留下榜样 顶尖妹 今天我们跟从耶稣 我们是侍奉主的人 我们是否为了顶尖妹的需要 为了传福音 为了传荣神的道 为了关心人 有时刚刚面对自己一些 合法的需要 例如刚刚要吃饭 还没吃饭 或者自己一些合法的权利 我们是否肯放下 令我这餐饭不吃 为了福音去说出 因为这是大好时机 耶稣会认识 第四章太假 门徒买食物 哇 沙漫 你有合胜的人 刚刚走出来 耶稣就认可不吃 就顾到合胜的人的需要 主是不断给我们留下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是侍奉主的人都要这样 我记得我们教会 经常到年中的时候 都有爱言感恩见证职会 所以顶尖妹都会各自带 自己所预备的很多很好的权 带到教会 大家一同吃 所以那次爱言是很丰富的 大家都带很多东西来吃 但是通常在这些聚集里面 有时候有些疫情也会带一些福音笔来 通过去带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走来找我 那我呢 原本刚刚等大家拿完了 我后面才去拿 知道有番牌 那我呢 之前拿的那些小小东西 就带着那些 就陪着他们 如果你不带着小小东西 人家听你 人家一直在吃 一边听你说的 就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带着小小东西 他一边吃 我一边跟他一边聊 一边聊 那你就知道 他差不多 等人家听一边给他吃 他差不多 他跟你祈祷 一边说给他听 结果呢 带着这几个信 那里有两个 那里有一个 尚尚在那段时间 可能你就是 带着这个信 每个人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吃 幼灵魂得救 幼灵女的饱足 虽然完了之后 我们要立刻开始 见证聚会 要收拾 跟着就要恢复一个正式的聚会 那可能呢 我就简单 完了 吃几口 放下 一个很丰富的爱人 自己可能吃很少 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认识很喜悦 这个不是特意你租踏自己身体 这个是 刚刚 这么多的 方法来到 非鼎师妹邀请你 传给她 把这个机会 一知道有 立刻带她上去 好喜悦 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 能够写几回福音 在特别需要的时候 温柔 当时耶稣知道她的亲属 已经去告知玛利亚 玛利亚亲自出马 要叫耶稣离开广道场所 出来去吃饭 耶稣当然不从她这个呼吁 耶稣仍然在他讲 耶稣甚至 绵容四周围坐在那里 听到的人 就说 看下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她可能见到 圆长的姊妹 在那里坐在那里 听到就是我的母亲 然后见到一些 在那里 其他听到的犹太人的男人 就是我的弟兄 跟着她最后说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 我母亲了 所以从这里 我们知道 谁遵行天父的旨意呢 真正主耶稣称为她的亲人 就是遵行天父旨意 而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 那些坐在那里 听耶稣讲到的人 所以耶稣说 看下 他才 举目望四周围 坐在那里听到的人 然后他说看下 就是说这个 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是神所越纳的 神所喜悦是什么 坐在那里听到的人 这些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就是我自身的亲人 就是王主所越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坐在那里听到 这些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所以遵行天父旨意 在这里上下文的意思 是特别特止 那些坐在那里 何无听主讲道 当时可能中午吃饭时间 那些人可能自己都没有吃饭 同样都没有吃饭 都何无听耶稣讲道 所以顶之闻 凡是何无听主的道 何无领受主的道 何无装备圣经追求真理 何无灵修参见神 何无多多追求装备圣经真理 都是遵行天父旨意的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创在心里 神的旨意就是慢慢 都作主的门童 都作主的学生 丰富的掌握 主的真道 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所以适入八大里的玛利亚 他放下其他的家务 坐在耶稣的局前 他都不管 下午餐 耶稣和门徒乙食那一餐 他要去帮忙 他不管 他就坐在耶稣的局前 永受耶稣所说的道 主耶稣说 玛利亚已经拣选上口复返思能 人不能夺去 所以顶之闻 但愿今天 我们每一天都遵行天父的旨意 爱无圣经 读主的话 领受主的话 何无听主的真道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是遵行天父子的 我们就是 主 被主认是他的亲人 虽然我们信主得教神的生命 我们都是 主的大大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 是我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长兄 我们众子跟随他 但是 我们更加要望主称慧 主认我们 是他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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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亲的亲人 那我们就有福 所以 从今天开始 爱无主的道 遵行天父的旨意 找避猛局千回流